视频的开头问大家一个问题 U盘和移动固态硬盘的区别是什么 首先它们俩有着几乎一致的构造 主要部件就是闪存和主控芯片 但为什么速度上移动固态硬盘会秒杀U盘呢 俗话说得好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我们这里拿到了两款知名大厂的消费机产品 首先是散迪的和英瑞达的 这里我们来跑个分吧 可以看到IS跑分下 移动固态硬盘分数要远高于U盘 本视频主要讨论移动固态硬盘为何比U盘快那么多 显然除了散存芯片以外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主控芯片上 U盘价格会更加便宜 主控芯片无论性能和算法上 都无法和固态硬盘媲美 当然也不排除个别高端U盘 也会上比较好的主控 不在讨论范围内 而主控算法又体现在哪里呢 比较主流的技术是擦写均衡和垃圾回收技术 大家知道 闪存芯片是有寿命的 而闪存芯片会被分配成若干区块 所谓闪存芯片的寿命是指区块的寿命 每个区块的寿命都是独立计算的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擦写均衡算法 很可能会导致某一个区域的区块被频繁擦写 这样会导致某个区块寿命很快被消耗 如果这个区块恰好存储了重要信息 那后果可想而知 如果擦写均衡技术 就是要求主控通过算法 把每个区块都动起来 把擦写次数均摊下去 这样就提高了整体的寿命 除了这个 还有一个不一不可小的技术 是垃圾回收 所有基于闪存的主控芯片 都是具备垃圾回收的 因为闪存在写入前都需要清零 当你删除某块数据时 该数据块不会马上被删除 而是被标记为删除 垃圾回收分为主动垃圾回收和被动垃圾回收 被动垃圾回收是当闪存空白空间用尽 再往里面写数据时 会临时将标记删除的空间进行垃圾回收 腾出空间来解决燃眉之急 闪存的擦除速度要远低于写入新数据的速度 这也是为何U盘会越用越慢 空间越少速度越慢的原因 所以很多低端SSD会被戏成为大号U盘 而主动垃圾回收是当闪存有空间时 主动加垃圾进行回收 这样对用户来说是无感知的 这样下次写入就无必要临时腾出空间来了 如果没听懂没关系 我举个例子吧 咱们把闪存区块当作酒店房间 当你退房的时候 下一位客人进来之前肯定要先打扫干净吧 反正你退房的时候没有进去打扫 下一位客人进来时 是不是要先等阿姨把房间打扫干净才能入住是吧 这样你等待就是导致入住速度下降体验很差 所以当你退房的时候 等下一位客人进来之前就把房间打扫干净 那下一位客人进来的时候就不必等待了 我这么说大家是不是好懂了 我们来看看这款英锐达X6和X8固态移动硬盘 咱们先来过一遍外观吧 X6非常小小 甚至比信用卡还小 而X8和小米6差不多大 虽然比X6大一些 但尺寸和传统移动硬盘还是小很多 重量上X6只有40克 X8只有100克左右 放在口袋里基本没啥感觉 英锐达作为美光旗下的品牌 主控自然是支持我上面所说的擦写均衡和垃圾回收技术了 X6 1TB的速度在500Mbps左右 4TB速度在800Mbps上下 为什么容量越大速度越快呢 这里要给大家说说固态硬盘另外一个优势了 就是通道数量 闪存的通道数和芯片数成正比 在同等级别的芯片下 容量越大芯片的数量会越多 通道就会越多 速度就会越快 就好比在高速公路上 4车道肯定不如8车道流量大吧 而X8作为更高端的产品 速度可以到1000Mbps 这样的速度能拿来做什么呢 除了传输文件变得更快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下面几个玩法 首先是给PS4做外部存储 来加速游戏载入 我这台PS4 Pro的USB接口是3.1的 PS4内置的硬盘是机械硬盘 速度你们懂的 对比下奇迹2的加载速度 英瑞达X8可以说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生化危机器也一样可以秒杀 值得一提的是 索尼在4月份已经发布了PS5游戏备份功能的固件升级 总算不用因为可怜的内置存储空间而删除游戏了 可以把不常玩的游戏移动到X6或者X8中 没错它们俩在PS5最新固件上是都可以支持游戏备份的 X6和X8都具备Type-C接口把它和我的iPad Pro或者手机连接就可以作为外部存储设备了 4TB容量可以放180个3A游戏打作或者可以放360部4K电影 另外固态移动硬盘相比传统移动硬盘没有机械结构更加耐摔 通电状态下也不用特意注意不要磕磕碰碰了 总结一下 X6和X8作为高性能固态移动硬盘 外观都非常小而且轻便 X6更适合作为个人移动数据存储 而X8更强的性能可以作为PS4或者PS5的外置游戏存储 而X8如果长期高负荷工作 其金属外壳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发热 如果在意价格 X6 ETB版本可以说性价比最高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 还一键三连哦 X7 X9 X10 X3 X10 X10 X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